中文字幕 李宗盛 请先开金本 第141面 第141面 第3行 从第2句看起 维引古本 及宗教 以利众生心 更无有佛 我以大悲大智 我以正上远 另比根属众生 心中信佛说法 是古佛教 全是众生 心中 影像 那么这是本影四句里面的 第3句 第3句 前面两段 说的是 我一本无言 一本一言 这些呢 我们曾经 详细的 给主委解释过 礼 有相当的深度 前面讲的是小乘 与大臣 使教 大臣刚刚开始 那么这个比前面又要深一层 讲到大臣的宗教 所以宗 就是大臣法里面 最高的教学 越来越真实 只有隐 没有本 为什么说只有隐 没有本呢 下面给我们解释说 利众生心 更无有佛 有此可知 佛从哪里来的 佛是众生心变现出来的 这个净土里头常讲 唯心净土 自信 彌陀 离开自信 哪里有弥陀呢 弥陀从哪里来的 是自信变现出来的 本是什么 本是自信 西方 确确实实有基罗世界 确确实实有阿弥陀佛 世界与佛 都是自己真心变现之物 这个正是 唯一识家所说的 唯一识 万法 唯有识 识能变 万法是所变 所以 唯一大悲大志 唯一识上远 识上 就是帮助的意思 这个大悲大志 这个大悲大志 都是我们自己本性里面本来具足的 所以 佛为我们说法 众生为我们说法 大经上也常常讲了 众生有感 佛就有印 感应到教 我们有感 佛就有印 佛是不是有心来印呢 没有 佛要有心来印呢 那就有本了 那就有本 那是前面的教义 有本也有印 所以 讲的是 这个大臣 使教初选 圣佛也曾讲 没有 佛 决定 没有心 佛没有起心 没有动念 所以在比喻里的传讲 像我们敲清一样 你敲一下 他就会想一想 敲是敢 想就是印 所以 大寇则大鸣 小寇则小鸣 我们敲清的时候 那个清会不会动个念头 他敲我了 我要不要去想一想 他不会 他没有心 就是 他没有分别 执着妄想 祝佛菩萨印众生 就是如此 自自然然的印 那么由此可知 我们与祝佛菩萨感应道交往 完全是自己做主动 这是跟诸佛说真实话 现在这个世界 妖魔鬼怪 很多很多 真的是 法若魔强 不但在国内 你们看到许多照模的 国外也是如此 这个情形 是已经非常 普遍 外国人也照顾 这个魔怎么来的呢 就是这么个道理 众生心里头就想魔 就念魔 魔就来了 也是感应道交往 你想佛 佛就来了 想菩萨 菩萨就来了 想魔 魔就来了 就是这么回事 为什么会想魔呢 现在一些人 喜欢奇奇怪怪 尤其喜欢神通 谁会变神通呢 魔 魔会变这些神通 你一想神通 魔就来了 所以好奇 物怪的人 懂 喜欢奇奇怪怪人 懂 真的 能够领略正法的人 不懂 所以你看看 现在全世界的道场 规规矩矩 讲经的道场 听众不懂 要搞什么特别画样的话 那个就人山人海 都是喜欢奇奇怪怪的 这个就是照模 念佛 给主说也不例外 你念佛 如果不懂的方法 不懂的理论 念佛也会照模 不过比较起来的 念佛 照模 少 你用功 用得不得法 会照模 所以理论 要通达 理论要通达 方法 境界 要明了 我们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 才减少这些模式 那么这个很要紧 念佛同修 在此地特别 我要给大家说明 所规的 古德讲 老实念佛 我念佛的时候 心很清净 千尘什么都不求 如果你要是求见佛 求想见瑞相 这个就是照模的念头 甚至你想 我想求一心不乱 也是一个照模的念头 一心不乱 要不要求呢 我们要 决定 我们有这个愿 不能有这个心 我念佛 念了一天了 怎么还没得一心不乱 我这个念佛里头 里头掺杂了 夹杂了 夹杂一心不乱 怎么会得一心呢 不可能 所以念佛归老实 不夹杂 不间断 这个不间断呢 要很自然的叫它不间断 不是勉强的 勉强你就做不到了 很自然的 工作的时候 我们把整个精神 灌注在工作上 我的工作做好 工作放下来之后 佛号就提起来 这样叫不间断 否则的话 你这个佛没念好 是工作也没做好 两方面都塌掉了 所以你会用心的话的时候 是样样都圆满 样样都做好 诸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那么纵然讲打个棋 我们要好好用功念一天佛 要想那个不是偶然 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 经上讲 不可以少善跟佛的因缘 这是佛报 能好好地念一天佛 也是有那一天佛的佛报 没有那个佛报 不能勉强 事出事件发了 勉强不得 这一段文里面 明白地告诉我们 佛没有众生 是问问他怎么说法 佛给书说法 佛给众生说法 佛立了众生 就无法可说了 也不称其为佛了 为什么他称佛呢 因为有个众生 给众生相对的 所以显示 这一个佛 就是一个谜 一个物 没有谜 怎么显得出物呢 所以 他是相对建立的 有佛就有众生 有众生就有佛 无众生就没有佛 无佛也就没有众生 所以说 众生呢 就是为佛 这个增上缘 众生要无佛说法 众生也不能够 自己变出 这个佛法 来给自己 修学 自己也不会变出来 所以 佛也给众生 做增上缘 众生也给佛 做增上缘 互为增上缘 是这个意思 所以才说 佛教 全是众生 心中 印象 这是讲到 伪盈 无本 这个底下一段 说的是 非本 非盈 这是 顿教的教义 非为心为无福 众生心中 印象一颗 一心 本觉也 即不教之教 所谓 尊者无说 无奈无闻 说天皆无 为时而已 是以时为教题 这是为时里面 讲到最究竟的意思 讲到最究竟的意思 这个顿教里面讲 不但是心为无福 我们 我们 这个众生心中 所现的这些影像 也不是真实的 这真是般若经里面所说的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这个离很深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这句话 不但讲我们这个世间 一阵庄严 森罗万象 祝福清静过度 也不例外 可是注意 一定要提出 这绝对不是说 把我们现前 这个所有现实的环境 都否定了 不是这个意思 相有体用 所谓是影像 好像我们看电影 荧幕上不能说没有像 但这个像是空的 是不可得的 这种情形我们了解 所以影像也是空的 我们今天 所有山和大地 这个森罗万象 都是我们自信 变现出来的影像 就跟那个电影 荧幕里面 这个像一样 有没有呢 有 能不能得到呢 不能得到 不但世间这些物质形象 你得不到 确确实实得不到 这是真的 一点都不假 确实得不到 就是你心里面所有的感受 也得不到 也是假的 真正透彻明了了 你在晓得这个世间 所有法 真的是空的 万法皆空 你说我们今天说 我们得了钱财了 钱财你得到哪里 你是不是能把钱财 射到那肉里的去 射不进去 总是在身外 身外之物 再说 身 身也得不到 我们身体的细胞 刹那刹那在生命 新陈代谢 旧的细胞死了 新的细胞生了 新陈代谢 这个佛法里面讲 青年是个周期 青年呢 这个旧的细胞 全部都没有了 全部都换成新的 青年是个周期 千年前 我们身体的细胞 一个也找不到 全都没有了 这样说起来 身都不可得 何况身外之物呢 这是讲 无知的境界是空的 不是实在的 所以有很多人 谜 谜什么呢 他把这当作真的 他把自己身体当作真的 他把这个身外之物 也当作真的 患得患失 所以他苦 其实这个苦是不值得的 如果真有得失 那你这个苦是有价值的 心里面的感受呢 更是虚妄 心里感受是什么 叫大妄想 就大妄想 这个想过去 想未来 想家庆眷属 全是妄想 也不是真实的 这个是同修们呢 应当要了解 要深深地去体会 要深深地去体会 为什么呢 以信本 绝言 即不教之教 所谓 尊者无数 无奈无闻 前面意思 虽然说明了 佛的初心 是随众身心 论言上说得很好 随众身心 应所知量 本性 本性里面 什么都没有 它是空极的 虽然是空极 它会现象 所以它又有不空的意思 我们讲如来藏 空如来藏 不空如来藏 不空就是有嘛 空如来藏 是讲真的 不空如来藏 是讲它会现象 虽然现的像 像不是真的 好像我们做梦 能做梦的是心 大家都晓得 心会做梦 心是空的 没有像 它做梦的时候 它就会现象 现象的时候 我们就比喻做 不空如来藏 虽然现的像 这像是不可短 可是你在梦中 你不知道 你迷了 你还是以为 是真正有所短 到你醒过了 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不可短 我们在这个世间 数十年寒数 不可就是梦长一点而已 躺在床上睡觉 那个梦短 现在这个梦长一点而已 都不可短 所以佛跟我们说 万般将不去 唯有夜随身 早夜 明了这个道理 何必去早夜 所以修行 修什么 学佛不难 学佛必须什么都容易 不难 你一定要抓到缸里 学佛就是学个不靡 我六根接触外面六层境界 我不靡 聚而不靡 什么叫聚呢 我晓得一切万法聚不可得 这就是一句 小得不可得呢 你就随缘缘了 就自在了 为什么呢 得实这个念头就没有了 注意仔细去想想 无量无边的那些烦恼 都从得实来的 患得患实 没有的时候 详尽方法想得到 得到之后又怕丢掉 好苦啊 这烦恼都从这来的 一个人要没有得实心 这个真自在了 他为什么会没有得实心呢 看破了 真相看清楚了 一切法律的 确确实实 没有得实 没有得实 那他问 那我这日子怎么过呢 我不天天拼命去求 这日子怎么过呢 你不求日子也过了 求过了 不求还是过了 你不相信不求 你看看你一天 是不是一样过去了 这是因果定律 你命里面有的 怎么命中有时 总须有啊 命里无时 莫强求啊 求不来的啊 这个 廖凡四信里头 说得多么透彻 多清楚 所以学佛的人呢 先要把廖凡四信 认真去念 然后我们做人呢 真的 心平气候 真正能做到 随缘而不叛缘 这个才能带点自在 所以修行 就是修一个不离 三规一提示我们 三大纲领 觉不迷 正不邪 静不然 这修的觉正经 就修这个东西 这个是三大纲领 而在厨师 在人 接物 这就是我们修行 我们用功夫的地方 佛 离开众生 他不能成佛 我们想学佛 离开众生 你就学不成 到哪里去学佛了 佛是因众生而有 我们修行也是因众生而修 没有众生 我们都拿你去修去 没地方修了 有勤的众生 可以说分为两大类 善人 一切境界里面也分两大类 顺境逆境 好环境 有个坏环境 这是两大类 在这个两大类 在这个两大类里面 修什么呢 修自己的亲近心 修自己的平等心 修自己的慈悲心 这就叫菩提心 所以菩提心不能离开众生 不能离开社会 离开了众生与社会 菩提心到哪里去生 生不起来 所以小尘人没有菩提心 你看一切经里面讲的 小尘人没有菩提心 为什么呢 因为小尘人 脱离人群 脱离社会 他去找一个地方 人籍不到的地方 就独善其身 他搞这个 所以他没有菩提心 只有大臣菩萨才有菩提心 这就是我们修什么 你要想的 就修这个 这是讲通途法门 只要是佛法 不管是哪个法门 通通都是在人私环境里面 修亲近平等慈悲 念佛人呢 还有一个特别的 那就是心愿行 我修心愿行 也不离开人群 也不离开社会 而且他更妙 他用一句阿弥陀佛 去修觉真经 去修菩提心 去修心愿行 这个是妙不可言 你只要抓到纲领了 就晓得怎么个修法 这样才真正能够成功 这个不教之教 这是最高级的教学法 文殊佛菩萨那一般人 那一般人 离情为摩居思 身作说法 为摩居思 身作 身作做 怎么样呢 一句话也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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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殊佛萨就敲前锤了 就跟大家说了 是真波尔法门 前唯莫居思讲 什么叫波尔法门 唯莫居思一身作 一句话也不说 这就是真正的波尔法门 能说就二了 开口落二三 波尔法门一句话也不说 文殊佛萨立刻就明了了 这就是不教之教 这是最高级的教学法 但是这个最高级的教学法 要有最高的学生才有受用 像文殊佛萨在天洞啊 如果唯莫居思 给我们这样说 我们都跑掉了 我们请你设法 你甚至做一句话不说 我们谁能听你这样 可见的 唯莫居思碰到我们 一定想想细细给我们说 要不然我们都跑掉了 碰到文殊佛萨来的人 他可以一句话不说 所以设法叫印记 要要掉对根基 那么在金刚经上 我们也碰到了这么一段思细 金刚经一开端 你看释迦牟尼佛到 世卫大臣托伯 回来之后 吃完饭 洗了酒 夫作二作 这是一句话不说 须佛提尊者 他体会到 他也看到 释迦牟尼佛这个动作 他开悟了 于是乎就赞叹 稀有时尊的 这也是什么呢 不教之教 所以经上说 法信本来空气 无取无解 信空就叫做福 所以说不可思量 不可思义 就是这个意思 在底下说 苏佛 尊者无说 无奈无闻 这个是 须佛提尊者 一段故事 须佛提尊者 有一天 在一个石头上 打坐 那么这个时候 正好 我们中国人 讲玉皇大帝 佛法里面讲 帝氏天王 从这里过的时候 看到了 看到了 须佛提尊者 打坐 所以帝氏天王 见到之后 非常的欢喜 横躬进 就来散花供养 散花供养 散花供养的时候 须佛提尊者 看到 他就问 这个散花者是谁 他自己就说了 他说 我是帝氏天王 逃离天主 须佛提尊者就问他 你为什么要散花了 我在这里坐 你为什么散花了 供养我 第十天王 他说 尊者善说薄弱 你很会讲这个薄弱 修徒说 我这次坐半天 我一句话还没说 第十天就说了 尊者无数 无奈无闻 这是真说薄弱 这个也是 不教之教 那么由此可知 帝氏天王 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他能够体会到 波尔法门的一句 这个在佛法里是最高级的佛法 泡里天主 他也能够体会得到 所以赞叹 这个长者是真说薄弱者 那么这些都是说 说听就唯一诗而已 无说无听 是真说真听 所以是以识为教题 这是讲到最高级的佛法 完全是以体会 会心而觉悟 纯粹是唯一诗的起用 说坚持经的 现在我们讲到 这一本阿弥陀经 且有宗等二教 前面讲了四教 这个经是属于哪个教呢 属于后面的两种 换一句话说 它是高级的 不是普通的 是属于宗教 大乘宗教 是属于顿教 连池大师在此地 说这位顿教 盔基大师 在通战书里面 也说这个教是顿教 可见的 宗顿的教义 是古往今来 这些大德门所公认 那就是这个法门 如果真正如法 如理如法地来修学 其天能成功 但是主要记住 如理如法 我把话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如果你没有搞清楚 你要拼命在那里去干 干上七天 也许这个七天福 念完了 念了七天七夜 往生没去得了 神经病院是注定的 那个麻烦就大了 走火入魔 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呢 就是他不如法 他不如法 他操之过急 人家念佛是心平气活的去念 神没有一切 欲念去念 这样才能念得成功 你有个欲望 有个念头 你这样去念 容易到魔 刚才是说的吗 因为你有希望在那里 魔呢 因为你有希望 魔就给你一个希望 换一句话说 你有个把柄 在人家手上掌握 我什么希望都没有 他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想要钱的 我有很多钱 就诱惑他了 他就会上当 你想要名的 好 我给什么名义给你 就把他套住了 你什么希望都没有 他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无可耐火 所以念佛人心要清净 真正念佛 不求我生 不求一心不乱 不求功夫成别 什么都不求 我就是一句弥陀念到底 念了几天 他自然的已经了 自然见佛我生了 那是自然的 随到去证 注意要懂这个道理 所以念佛的人 什么都不能求 有求都是忘念 如果在求好胜的话 那就更是招摩的 这个愚魔 我戒大上缘了 好胜心 我这一天成功 我要超过别人 这个不得了 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好胜的人 这种心万万要不得了 所以有这个大夫妻当中 有个好胜的 你摆一千摆 我摆一千二摆摆 我超过你 你不如我 这种心怎么行呢 你一天念一万声 我念两万声 这是比赛呀 要强到第一 这个念头都错了 这个念头的时候 只会招摩 不会得好结果 所以念佛一定是心平气活 什么都不求 念这句佛号 当然就是为一心不乱 就是为往生净土 用不住再去齐心动念 只要把这一句佛号念好 所以说不间断 不夹杂 不怀疑 七天念不成功 再来个七天 时间长 没有关系 这是什么 业障重 我们看许许多多人 大多数的都是三年可以念成 我们想想 我们也业障深重 我们就来个三年 不要求到三天 七天成就 那个很危险 那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这是应当要想的 我们再看下面一会儿 自众生信要出力 自于心中 见佛说 极乐一阵 幸运往生 这讲到我们这一部经 这个众生 心要要是爱好 心里面 喜欢处理生死苦害 当然这是对于已经觉悟了的人 还有许多人迷在这个世界 还不想离开 不想处理 这是迷 觉悟的人想离开这个世界 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真是天下大乱 这个世界找不到安稳的地方 天下大乱 不值得留你 真正觉悟的人 谁一个不想处理呢 你只要起了这个心 你只要起了这个心 懂这个念头 有了 佛就有感应 四月心中见佛 说法了 就讲这个极乐世界 一阵庄严 幸运往生 佛就给我们说 所以释迦牟尼佛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 是当时那些众生求处理的心很恳切 感动佛到这个世界来出现 来映画 真是众生有感 佛就有意 再给读识 我们中国人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的人要聪明 中国人看破这个世界的多 求出力的人多 所以许多诸佛菩萨在中国映画 我们历史上所见到的 就是西藏的这个佛法 虽然讲很甚 比不上中国 为什么呢 西藏人没想出离 他想转世 转世还是到人间来没出离啊 这比不上我们中国啊 这比不上我们中国啊 我们中国人信念很大 社方祝福菩萨都来映画 虹华丽摄 用不着转世 实在讲转世有的时候 转世是一世不如一世 为什么呢 这个世间五一六成 任务的力量很大了 确实一世不如一世 这是古今大德都开切地开手 真正想处理 所以净土这个法门 在中国是大行其道 自从东京会员大司建立第一个联系 念佛这个风气普遍在中国 依照这个法门处理生死 处理轮回的 不晓得有多少人 禅很难处理 这个 以往 谭虚法师讲过 禅真正有了成就了 到了禅定了 他将来也不过就是生四禅天而已 看他功夫浅身 粗禅二禅三禅四禅 还是在三界之内 不能超越 真正超越 唯有念佛求生进度 这一条路 这些呢 也是说于 这个经上说了 而十五说五天 故十为交集 这一段话 也是说的 为淫无本 那么讲到 十五说五天 这一句就是非奔非淫 那么可见 这个教义 确确确实实 没有离开这两句 没离开两句 所以 这个因 文意 都是文意识所变 所以这个结论 才讲了十为交集 全是为师所变 谁的为师所变呢 是你自己为师所变 所以这一段的意思 非常重要 诸有云 这是你的大佛报 因为是自己为师所变 西方净土 哪有没有分的道理 你要说 这是 阿弥陀佛为师所变的 我们自己没分 这个信心 还真的不容易生起来 现在 明明白白告诉你 西方净土 阿弥陀佛 是自己为师所变 由此可知 西方净落世界 跟自己的关系 是何等的密切 换句话说 西方净落世界 原来就是自己的家 真的是自己的老家 我现在自己回家 还有什么难处呢 还有什么障碍呢 没有啊 阿弥陀佛 我是自己至亲之人 自己变现出来 为师所变 我怎么不能见他呢 确确实实增长了我们的心 我们也明白这一部经的道理 理论之依据 那么这是讲到心 这个经体 为师为教体 下面呢 这是第三段 三段讲到归信 前面是相宗所讲的 这一段是信宗所说的 归信者 且以所变之万经 舍归能变之八十 这个几句话是解释前面的一段 说经 一事无限之八十 复舍归能限之一心 这行为教体 这个比前面的意思 这个比前面的意思优善 比前面的意思 格外来的真实 越舍 越亲密 十是信变出来 信是底 实是用 现在再讲到能 能变这个实的问题 再讲到归信 信 信 就是真如本性 真如本性 经论上常讲 因面无明 把自信给迷了 迷了的那个自信 它所起的作用 就叫做八十 所以八十跟自信 是一不二 迷的时候叫它做八十 物料的时候叫它做自信 换名称就是了 实际上是一桩色情 不是两桩色情 就是迷物不一样 前面我们讲以实为教体 这是迷为上说的 现在我们讲这个 本性是教体 是物为上说的 觉物上说的 觉物比迷 当然是更要真实 那么现在 我们好像找这个源头 追根究底 从八十再进一步的 去追究 才发现到原来它是真如本性 这个叫反望归真 八十 八十 就是生灭性 那么 经上常说 不生不灭 与生灭 何何 非一非一 这叫做阿赖耶士 过去我们讲冷言 这叫做阿赖耶士 费了很多的时间 说明这个四十的真相 不生不灭 不生不灭 就是心 就是真心 你究了就不生不灭 你灭了就有生灭 所以这个生灭相 是迷味当中 才产生的 但是不生不灭 是真的 生灭是假的 生灭是个幻象 不是真实的 真实的是不生不灭 那么我们讲阿赖耶士 就是真忘活活这么一个东西 换句话说 它半真半忘 并不是那个心 是一半迷了 一半误了 不是这个 一迷是一切迷 一误一切误 它虽然在迷 它里头有不迷的真心在 意思在这个样子 你为什么会开悟呢 因为你本 你这个阿赖耶士里头 它确确实实 有一个不迷的心在 所以你与性相应了 就不迷 与识相应了 就迷 就这么个道理 我们现在的这个名词 讲离智感情 你与离智相应了 它就不迷 你与感情相应 它就迷 就这么回事 离智是不生不灭 那个感情就是生灭 这阿赖耶士就是这么一个情形 因此 因此它有觉 有不觉 两个意思 那么这是 马明菩萨在起行论里面 跟我们也说的很多 也说的很详细 那么现在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 这个觉与不觉 这两个意思当中的不觉意 因为不觉 不觉就叫做无明 无明不觉 生三细 进界维运 长六粗 这就是变成巴士 由巴士再发展 就发展到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这是佛法的说 佛法说 跟我们中国《易经》里面所讲的 确实很接近 《易经》讲这个宇宙人生的来源 它是将这个从八卦讲起 太极生两一 两一生四相 四相生八卦 八卦生万物 这个生就是变 变现出来的 它这个讲法 《易经》是我们中国很古老的学术 那个时候佛法没到中国来 我们中国祖先 已经晓得宇宙人生这个发展的过程 就知道 佛法也是如此 佛法就是讲的 无明不觉生三细 禁界维运 长六粗 这样发展宇宙人生 也是将这个变 变现出来的 它有层次 有程序 有条不紊 所以这个宇宙 这个大的宇宙 星球的运行 它都有规则 它不乱 因为变现 它就是有程序 所以这个世间 有一些人不明了这个道理 认为宇宙这样有直序 一定有个神主宰 其实不是 它在发展 就是有次序 就是有程序 它不乱 那么这是 跟佛法所讲的 很相近 第一下的 这个就重要了 就讲到这一颗的 这个主题了 佛学归 能限制夜心 这个夜心 就是我们的真心 就是我们的本性 念佛这个法门 就是要直接的 恢复到我们的真心 本性 禅家常说 明心见心 见心成佛 那么由此刻 你念佛念到夜心 就成佛了 这是真的佛 不是假的佛 但是夜心里头 有四一心 有礼一心 我们将念到成佛 是礼一心 照天台家的讲法 六集佛里头 就是分正集佛 它是真的 不是假的 跟禅家所讲的 明心见心 见心成佛 完全是一个境界 因为礼一心不乱 就见心 破一品无名 见一份本性 这个是真佛 如果是四夜心 天台家讲的佛 就是相似之佛 不是真的 是相似为 不是真实为 如果是功夫成佛 连四夜心也没得到 那就是天台家讲的 观行为 那是观行为的佛 礼一心不乱 是相似即佛 礼一心不乱 是分正即佛 所以用这个方法 念到一心不乱 就成佛 不要再用别的方法 这是比什么都简单 比什么都容易 也比任何一个法门 都稳大 所以真正念佛 教人不要拐弯抹求 就教人念一句阿弥陀佛就好 你把念佛的好处讲给它 能讲多少就讲多少 总而言之 劝人念佛 这个是佛法 所有法门里面 究竟法 最究竟法 真实法 一生当中决定靠得住的方法 决定成就 我们要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别人 用不住 用不住拐弯抹求 用不住浪费一时间 他能相信 待他念佛就好 经论上 佛常教给我们说 所谓心呢 能够同时 一切释出世间法 华言上的华言上说的好 应关法界心 一切为心造 那个心就是此地讲的一心 所以说 为心所现 为时所变 能现宇宙万法 一正庄严 是我们的真心 是我们的本心 而把这些所现的境界 一正庄严呢 变成了世法界呢 那这是识 识变 假如 只有信 没有识 就是你不迷 那么换句话说 就没有识法界了 识法界是识变 对吗 我只有信 信 能信 信这个法界 这个法界叫什么呢 华言上讲的 一正法界 能信的信是真的 俗信的法界也是真的 一正法界 没有识法界 所以行门里头佛也说 唯有一诚法 我又在了 那个二三是出福方便书 这个讲识 这个讲识 一正法界 如何能识得呢 一心 一心能如 一真是所如 能所抱 这就是真正的佛法界 真正佛法界 所以 爱无一无 无一无 何处也尘埃 这个两句话 形容得真心 可是经论上也说 这个一心呢 里头也有真如 神灭念门 这念门是怎么说的呢 从体用上说的 一心的本体 不神不灭 真如门 刚才讲 体呀 它会现象 体向右 它会现象 它所现的象呢 这个象又三面 象是 刹那生 这个是实相 就是真相 刹那生 说刹那 还不很贴实 而佛在经上跟我们说 一坛值 有六十刹那 就是一坛值的六十分之一 叫一个刹那 一个刹那里面 有九百个生命 像是幻象 有叫妙语化 空叫真空 真空就是一心 这讲的一心 就是讲的本心 真空 它现的这个象 像妙语化 这个象的 现在这个象的时间 非常短暂 我们所见的象 这个象就是一种 相续象 前面这个象 灭掉后面象又三面 但是这个前面后的时候 很云相似 你看不出来是两个 好像我们看电影一样 电影那个镜头的开河 那就是生灭 关起来就灭了 打开就生了 那就是生灭 一秒钟 它开关 二十四次 换一句话就是 二十四个生灭 我们看荧幕上 就好像是真的 现在我们眼前 设计上的像 就是用佛 给这个比喻上来说 一弹值 我们一秒钟 弹四次不成问题 我们这样弹四次 四乘六十 再乘九百 在一秒钟多少 二十多万 一秒钟二十四次 就把我们骗得 好像电影那是真的了 就被骗了 一秒钟生灭 二十多万次 我们怎么会觉察的 觉察不到 所以我们见这个 叶切万象 确实见不到这个真相 你要果然见到这个真相 你什么妄念都没有 原来真相是这样的 就是心经上所讲的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什么妄念都没有 为什么呢 你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 这个真相 就是金刚经上所讲的 诸法实相 所以金刚经上解释如来 这两个字 解释得妙啊 妙诀了 如来的诸法如意 这个诸法如意 怎么讲法呢 要拿心经上那四句 就正是解释 诸法如意 解释得再好也没有了 就是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这个四句 就是诸法如意 最好的诸解 诸得太圆满了 所以你真正 晓得这个 这个境界 那这叫大赤大 你对于 事出事件 一切法 你会通通发现 心底真正的情节 为什么呢 确定明了 事出事件 一切法 无有意乏可得 无有意乏可得 你在这个世界里 还有什么求求的呢 没有了 无求了 你也不会有欲望 什么都没有 这就是圆满旧境福 这是真正大赤大书 所以这是讲到 能心的一心 则行为交替 这比前面更真实 更远满 那么底下呢 这个就是解释 叶先者 正如自体 这句话给我们说的 非常的明白 非常的清楚 从此真如流出教法 故会相归心 这句话的意思 是说 从真如里面 生起根本质 根本质 就是五分别致 主要晓得 这都是我们真如本性的本能 根本质在哪里呢 就在先前 我们也能见 耳儿能听 耳鼻能凶 谁能长 这就是本性 这就是根本质 可是 这是第一念的时候 我们看 张开眼睛 第一念 我们看外面间接 你看 还没有起心动念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不起心不同念 看得很清楚 这是根本质 可是到第二念就迷了 第二念起了分别了 根本质就没有了 第二念有分别有执着 所以第二念就变成实了 第一念是信 是尽心尽思 闻心闻神 第二念就落到八十里去了 把尽心变成了二十 在一分别呢 这就第六一十加进来了 一执着呢 第七十也加进来了 这下搞麻烦 搞坏了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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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佛佛佛佛与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呢 见色闻神 不分别 不执着 不落印象 人家本事就在此地 我们也要学会了 那就叫佛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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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这个东西 诸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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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把根本质 起的作用 变成了后德质 所以从后德质里面 流露出大悲心 从大悲心里面流露出一切言教 所有这些经典 我们今天是追根究底 所以说它是从真如流出 这就是这条一句话 从真如流出教法 释迦摩尼佛 这49年所说的法 从什么地方说出来的 是从根本质里流出的后德质 是从大慈悲心里面流出来的 这追根究底 所以它不同 它不同 世间的这些典籍 世间的学术 世间的典籍学术 都是从它分别想象里头流出来的 不是从真心里头流出来的 正因为如此 我们读佛经 要用什么 要用五分别心来读 就相应 就能开智慧 就能体会经理的意思 如果我们用分别执着 换句话说 就是用念世间书 那一套的想法 看法 念法 来念佛经 跟诸位说 决定念不同 为什么呢 你已经把佛法 变成世间法了 你已经把佛 这个根本质 把它变成世间的 实质变成 也就是说 佛法随着你的霸食 变直了 变直了 这个变怎么变 在你自信里的变 不是在外面 自信 这真是讲到万法为实 一点都没错 是你的实行里头 把释迦牟尼佛的法 都把它变成了世间法 把它变成世间聪明才智 你怎么会得到佛法的受用 这是你得不到的原因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题 有没有 没有 你 有没有 有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